他吞色还要引印来存抵电子发票好像没有政府讲的这么样的环保 不过另外一个被标榜的好处说是方便 因为店家必须要帮消费者对发票 如果中奖了得要负责通知消费者 不过这么一来也代表了客人必须要留下基本的资料 比方说像是地址和电话等等 但是这些个人资料真的有保障吗 很多民众反映说因为现在个资外泄太过严重了 如果说真的接到了所谓的中奖通知 只怕会以为是碰到了诈骗鸡腿 来到超级市场购物结账 这家有电子发票服务 瞧店员怎么跟客人解说 发票我通过电脑帮你那个对 帮你有中奖的话 就是卡片来过卡会什么变得中奖 我有手机检讯控制 所以我没有中奖对讲 而且都是电脑帮你 或者是我手机检讯啊 没错客人来消费对讲的工作交给店家 所谓的电子发票店家得替消费者对发票 中奖了更得负责通知 如果客人没领到奖或没收到通知 店家还得赔偿 顾客的登记啦有的没的 可能我的作业方面会更加的不方便 机器设备这些那人员都要再重新自应 也难怪店家觉得麻烦 因为如果发票中奖将以电话 简讯或email通知 这表示客人得留下个人资料 就怕各自威胁或因此被查税 更怕被诈骗集团利用 店家责任更大 消费者各自透明化 安全性恐怕降低 就怕诈骗集团上门 买个东西也得提心吊胆 这个新闻基建很高梦柔 高雄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